王黎身形一闪继续赶路 朝着南州的方向飞去 看来这一次的行动 只有靠他亲自出手击杀楚香天安了 以他的速度 在他赶到南州的时候 王沟那群废物估计都还在赶往南州的路上呢 与名皇城距离南州 拥有整整150万亿里的遥远距离 以王沟等人的速度 少说也要飞行一个月时间才能够赶到 但是以王黎的速度 150万亿里的距离都用不了一天的时间 他飞到南州 比起飞到羽名皇城 只不过多用一天时间而已 说实在的 王黎虽然自己亲自出动 但他还是不想自己亲自出手击杀楚香天 因为他一旦出手的话 就相当于和盗盟的主战派彻底撕破脸皮了 这一代价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王沟这群废物实在太过没用了 他也只能亲自出手了 南州 在通过传宗阵撤回来之后 楚香天也并不敢放松 而是全力的闭关修炼 以便能早日恢复伤势 王家为了对付他 已经连脸都不要了 无所不用其极 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他不敢保证 王家在这次行动之后 会不会继续派遣天眼镜强者出动 过来追杀他 以王家的尿性 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一点都不足为奇的 楚香天可不敢把自己的生死 和整个玄剑宗的存亡 寄托在王家的底线究竟有多高上面 好在楚香天提供的那种神奇的鱼肉 对于治疗他的伤势有着巨大无比的帮助 通过调养 他的伤势正在以极为迅速的速度在恢复着 按照目前这种恢复速度 最多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他的伤势就能够彻底全越了 楚香天见到楚香天在回到南州之后 如此拼命的在修炼 为了让自己老爹尽早恢复伤势 楚香天进入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修炼 这便是你所说的混沌之尊塔 楚香天进入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后 看着眼前这一片天地那奇异无比的景象 眼中不由露出了震撼无比的神色 这混沌之尊塔绝对是一件品阶高到难以想象的法宝 楚香天的一生算得上是见多识广了 但是这混沌之尊塔的神妙也还是超出了他的认知 这种等级的神器 他莫说见过了连听都没听说过 楚香天得到这样的神器 怪不得能够由一个武道资质惨不忍睹的废物 变成一个武道天赋 强悍到匪夷所思的地步的超级天才了 不错 这就是混沌之尊塔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天地 就是混沌之尊塔的第二层 楚香天笑着说道 这是什么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水灵珠 楚香天在震撼之中回过神来之后 又把目光落在了一颗散发着强大无比波动的珠子上面 当见到这颗珠子上面所散发的强大波动 以及周围缭绕着的浓郁无比的水之大道的时候 楚香天不由被震惊了一番 不单只是水灵珠 楚香天在这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中 还见到了生命圆珠 时空定位时 沉渊之景 这种种神庙无比的珍惜法宝 甚至他还看到了一柄化身为青衣小童的上古神剑 还有星空之下 那一片郁郁聪聪的广袤无比的龙牙米稻田 而那柄品阶高到难以想象的地步的上古神剑 所画的青衣小童居然正在那里 耕田 见到这一幕 楚香天整个人都懵了 一柄品阶高到如此地步的上古神剑 居然在耕田 这简直是楚香天一生之中所见过的最为魔幻的事情了 小子 那柄上古神剑为何在那里耕田 楚香天真身泄了口气 眼中依然难掩震撼的神色 他转头向楚剑秋问道 难道这柄上古神剑的爱好这么独特吗 老爹 你说的是龙渊那货 老爹你不用管他 他就以脑子有坑的背揽货 整天在我这里混吃混喝 不让他干点活 岂不是白养他了 楚剑秋文言很是淡定地摆了摆手说道 而且啊 那货就是个三天不打上房接瓦的货色 让他干点活 也可以避免他飘得太过了 免得他认不清楚这里究竟谁才是老大 楚香天听到这话 忍不住再次深深吸了口气 他差点忍不住 就是一巴掌拍在楚剑秋的脑袋上 狠狠教训这小子一顿 一兵品杰如此高的上古神剑 你居然拿来耕田 这都已经不能拿暴殿天物来形容了 像他们这样的舞者 若是能够得到这样的上古神剑 谁不是真弱性命 结果 这小子倒好 直接让这柄上古神剑的剑灵来耕田 宏月 给我过来 正在楚香天忍不住 想要揍楚剑秋一顿出出气的时候 此时 楚剑秋伸手向远处的清衣小童 找了招手 叫道 楚剑秋 干嘛呢 清衣小童听到楚剑秋的叫唤 拖拖拉拉的赶了过来 看着楚剑秋 有些勇气无力的说道 最近小傻鸟都不和他合作了 由于能够魅下的油水太少 清衣小童最近干活 都感觉没什么劲头了 尤其是见到小傻鸟整天吃香的喝辣的 还老是在他的面前炫耀 清衣小童信中就更绝不是滋味了 宏月 这是我爹 楚剑秋看着楚香天对清衣小童说道 我早就知道了 哪里用得着你说 笨大爷用没瞎 清衣小童摆了摆手 老神在在的说道 他在混沌至尊塔中 是可以看到外面的事情的 早就知道楚香天归来的事情了 楚剑秋见到这货 这副大大咧咧的模样 顿时脸色不由一阵发黑 他忍不住一巴掌 拍在清衣小童的脑袋上 骂道 你这行货 见到我爹都不行礼 咋的 又想上天不成 清衣小童挨了这一巴掌 迫不得已 只好向楚香天行了一礼 说道 见过楚刀友 只是他这话刚出口 脑袋上又挨了楚剑秋一巴掌 叫我爹楚刀友 这意思是想和我爹平辈论交 要比我都要高一辈是不是 楚剑秋黑着脸 骂骂咧咧的说道 清衣小童 接连被楚剑秋又打 骂又骂顿时也忍不住了 他跳脚叫道 楚剑秋 你究竟想怎么样 那你说 本大爷不叫你爹楚刀友 那叫什么 难道要让本大爷和你一样 也叫他爹不成 我爹才没有你这种脑子进水的儿子 楚剑秋又是一巴掌 拍在清衣小童的脑袋上 恼火的说道 不过对于清衣小童 应该怎么称呼楚枪天 他之前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在沉默了一阵之后 楚剑秋看着清衣小童说道 你以后就跟着陆化叫 叫我爹老爷 哼 楚剑秋 你是不是还要本大爷和陆化那小丫头一样 叫你少爷 清衣小童文言有些不满地说道 楚枪天虽然是天眼镜强者 但是在清衣小童的眼中 还是远远不够看 让他叫楚枪天老爷 他心中还真是有点不情愿 你要是愿意的话 当然也可以叫我少爷 楚剑秋瞥了他一眼 说道 要是这伙叫他少爷的话 他也是很乐意的 哼 想让本大爷叫你少爷 你做梦呢 清衣小童愤愤不平地说道 不过在楚剑秋的威迫之下 他还是不得不开口称呼楚枪天为老爷 毕竟形势比人强 谁让楚剑秋是他的主人呢 楚剑秋要收拾他多的是办法 楚枪天见到这一幕 心中不由一阵稀奇 这柄上古神剑的剑灵 所化的清衣小童 在他看来实力甚不可测 为何居然会对楚剑秋如此顺从 楚剑秋看不出清衣小童 究竟恢复到何等程度 但是楚相天何等眼光 一眼就看出了 这清衣小童的实力 究竟是何等的可怕 即使不借助主人的力量 光是这柄神剑本身 就能够爆发出不亚于 顶尖半部天眼镜强者的实力 若是这柄上古神剑 掌握在天眼镜强者的手中 那所爆发的威能 更是难以想象 毕竟 一件法宝究竟能够爆发出多大的威力 其实还是决定于 执掌法宝的主人 究竟有多强大 光靠法宝之领本身 是很难发挥 法宝所蕴含的强大威能的 要是他之前和王璇一战的时候 使用的是眼前这柄叫做 龙渊的上古神剑的话 王璇绝对挡不住他十招 就得被他斩鱼见下 楚剑丘带着楚强天 进入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 给他大致讲了一下 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的情况之后 便离开了混沌之尊塔 去处理玄建宗的事务去了 现在在清安城那边 可还安置着大量的天凤公 和玄建宗新收的弟子 他在和洛雪平 农骨翠 郭白梅等人 商量出一个如何处置 这些新弟子的章程来 在楚剑丘离开后 清姨小童立即就对楚强天说道 喂 楚强天 你得好好管管你的儿子 看看你儿子整天干的 都是些什么破事 对本大爷这种堂堂的上古神剑 态度不客气也就罢了 居然还让本大爷给他种田 你给本大爷评评理 这还有天理吗 楚强天原本还觉得 楚剑丘对待这柄上古神剑 所画的清姨小童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但是很快他就感觉 楚剑丘这样做是非常有道理的 这货就是一个 十足脑子有坑的夯货 是真的属于那种 三天不打上房接瓦 给他点颜色 他就带飘到天上的那种性格 楚强天不想去理会这脑子有坑的夯货 自顾自地盘坐在地上 打算开始修炼 但是清姨小童却并没有这么轻易放过他的意思 继续在他的面前吹嘘着 把他自身吹嘘的有多么多么了不起 曾经见识过多少多少风光 而楚强天也很快被清姨小童的吹嘘给震住了 他的眼界见识可比楚剑丘强的多了 知道眼前这货所说的那些话并不是在纯粹吹牛 而是确有其事 于是楚强天便睁开眼睛和清姨小童交谈起来 并且向清姨小童请教了一些事情 清姨小童见到楚强天居然相信他的话 顿时差点激动的眼泪都流下来了 楚强天 知音啊 本大爷终于遇到知音了 清姨小童仰天长叹 泪流满面的说道 楚强天 你知道吗 楚剑丘那个土鳖 本大爷好心跟他讲解一些诸天万界的见识 但那土包子有眼不识金香玉 全把本大爷的话当做吹牛了 清姨小童顿时向楚强天大吐苦水 这些年来他跟在楚剑丘的身边 过得实在太憋屈了 他堂堂的上古神仙 博学多才 剑多识广 但是在楚剑丘的身边居然没有人相信他 楚剑丘不相信他 那头唇虎也不相信他 小杀鸟他又忽悠不了 毕竟 小杀鸟好歹也是堂堂的清卵后裔 也是见过世面的 他那一套可唬不住小杀鸟 严格来说 楚剑丘之所以对他很是鄙视 很大一部分就是小杀鸟的功劳 因为小杀鸟老是拆他的台 在楚剑丘的身边 清姨小童感觉自己真是怀才不遇 连一个吹牛的对象都找不到 而现在 终于让他遇到了一个可以认真听他吹牛的对象了 尤其是 这个人还是楚剑丘的老爹 这让清姨小童更有成就感 清姨小童此时心情之激动 简直难以言表 随着交谈的深入 楚剑丘对清姨小童的见识不由大为钦佩 两人交谈的话题几乎无所不谈 当两人谈到有关修炼方面的话题的时候 楚剑丘顿时更加震惊了 这货对于修炼方面的见解 简直是他所见识过的人之中 眼界见识最高的一个 即使是临罪山都远远无法和这货相比 在认识到了清姨小童的了得之后 楚香天顿时更加虚心的向清姨小童请教有关修炼方面的问题了 对于楚香天的请教 清姨小童那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计 他平时想找一个人吹去都找不到 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吹牛 他哪里能轻易放过 他倒是很想指导楚剑丘的修炼 好让楚剑丘认识到他的了不起 对他刮目相看 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 但关键是 楚剑丘的修炼那可是由混沌至尊他亲自传承的 哪里轮得到他来知道 而吞天虎和小青鸟的修炼 也同样是继承他们本身的血脉 清姨小童也难以对他们的修炼指手画脚 所以清姨小童感觉 自己空有满腹才华 却是毫无半点用武之地 直到今天 清姨小童才感觉自己的才华有了施展的地方 尤其是看到楚将天对他的态度 越发的尊敬 对他所讲解的武学见解认真聆听的那副样子 清姨小童心中就感觉一阵极大的满足感 楚剑丘那土包子有眼不识金香玉 看不到本大爷的本领 还好他爹不像他那样眼瞎 清姨小童双手赋后 摆出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 不断指证着楚相天修行过程中的一些缺点 对于清姨小童的指证 楚相天都很是虚心地接受 经过清姨小童的这番指点 简直胜过他自身苦苦参舞上百年 楚相天虽然突破到了天眼镜 但是他对天眼镜这个境界的认识是远远不足的 对于天眼镜这个境界如何修炼 其实他都还在摸索之中 虽然他曾经在道蒙的传承之地 获得了一门非常高明的功法传承 这门功法传承足以修炼到天眼镜巅峰 但获得功法传承是一回事 能够彻底了解这门功法的修炼要诀 却又是一回事 同样修炼同一门功法的不同舞者 由于对功法理解的程度不一样 修炼出来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但现在 有了清姨小童的指点 楚相天很多疑惑顿时豁然贯通 清姨小童对天眼镜这个境界的见解 完全是高无见灵的 仿佛这个世界在他的眼中 完全没有任何秘密一般 楚相天心中不由有点难以想象 这柄上古神剑所画的清姨小童 究竟是一个何等的存在 龙岩道友 你应该是已经超越了 先天法宝这种等级的存在吧 楚相天看着清姨小童 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他感觉光是一件先天法宝的 法宝之灵是不可能拥有如此高妙的见识的 唯一的可能就是这清姨小童是超越了先天法宝之上的存在 哼 楚相天 不要好高无远 本大爷的出身不是你现在那浅薄的可怜的眼界见识 所可以揣夺得了的 清姨小童双手复后 哼了一声 老气横秋地说道 等你那一天突破了不朽境之后 再来问本大爷的出身 不朽境 什么是不朽境 楚相天文言不由疑惑地问道 真是个土鞭 连不朽境都不知道 清姨小童又是冷哼了一声 摆出一副鼻孔朝天的样子说道 天眼镜之上为化洁境 度过了九重天节 洁境极为不朽 成为不朽境强者 受缘几境无尽 才能够初步有资格 成为诸天万界之中一遇之霸主级别的人物 楚相天听到这话 不由再次被震撼地深深起了口气 不得不说 他再次被清姨小童给唬住了 以他的眼界见识 目前所能够认知得到的境界 也就大概是天眼镜而已 虽然他也隐约能知道 其实天眼镜也并非是五道的尽头 在天眼镜之上 其实还有更高的境界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在天眼镜之上 居然还有两个大境界 化洁境和不朽境 而且听着清姨小童的口气 貌似即使是不朽境 也并非是五道的尽头 因为清姨小童说 成为不朽境的强者才初步有资格 成为诸天万界之中 一欲之霸主 刚才清姨小童的话中 可是特意强调了这个初步 这意味着 在不朽境之上 还有更高的境界 五道意图还当真是浩渺无尽 高处的风光 真是令人无尽向往 楚相天还想继续询问 有关这些境界的事情 但还没有等他开口 清姨小童已经一扶一袖 老气横秋地说道 行了 这些东西 你现在就不必问太多了 你现在才刚刚突破到天眼镜 距离化洁境 都还有十万八千里呢 就不要那么好高无远了 先老老实实地 修炼到天眼镜巅峰再说 龙原道有教训的是 楚相天文言 心中不由毅力 连忙说道 啊 如此可教掩 清姨小童见状 故作深沉地点了点头说道 见到楚相天 对他言听计从的样子 清姨小童心中 简直是乐开了花 在楚剑球那边 他是受尽了憋屈 但是在楚相天这边 他却是占尽了便宜 这让清姨小童的虚荣心 得到极大的满足 让他感觉暗爽不已 楚相天啊 此时清姨小童 趁着打铁地对楚相天说道 你看看 本大爷这样的上古神剑 整天去赶着种田的活 是不是有点大财小用了 龙原道有说的是 以龙原道有的本事 去赶着种田的活 的确缺彩了 楚相天文言 深以为然地说道 楚道有 这事应该怎么做 你心里有数吧 清姨小童又瞥了一眼 楚相天说道 龙原道有放心 等会我就去和 楚剑球那小子说 让他免了龙原道有的 这份差事 楚相天文贤歌 而知雅意 立即说道 他感觉 让清姨小童 这种剑文广博的 上古神剑 在这混沌之砖塔中种田 的确有点抱舔天物了 很好 清姨小童文言 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还有 本大爷在上古那一战之中 受创极重 如今远远没有恢复 而楚剑球从荒谷大陆中 所带出来的荒谷大陆吸水 对本大爷的恢复 有着极大的帮助 但是楚剑球 却经常克扣本大爷的分量 这事 你也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龙原道有放心 这事 我回去和楚剑球那小子说的 尽可能让龙原道有以后 有足够的吸水吸收 用来恢复龙原道有的创伤 楚香天文言 也很是爽快地说道 楚剑球这小子 这事做得的确有点欠托 有着这么一柄 强大无比的上古神剑 居然没有尽全力 去帮他恢复创伤 而且还整天让清姨小童 去干种田这种苦力活 也不知道这小子 究竟是咋想的 见到楚香天如此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清姨小童心中简直乐开了花 看来自己的苦日子终于要熬到头了 他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压制楚剑球的人了 只要把他老爹忽悠住 就不愁搞不定楚剑球 果然 楚香天在晚上吃过了饭之后 便和楚剑球说了一下清姨小童的事情 让楚剑球以后不要再让清姨小童去种田了 而且清姨小童所需要的荒谷大陆 清姨小童也应该足量供应给清姨小童 楚剑球在听到楚香天的话之后顿时不由瞪大了眼睛 爹 你脑子没进水吧 你居然为那行货说话 楚剑球有点难以置信的看着楚香天说道 老爹这才进去混沌之尊塔一天时间不到 即使有着十倍的时间加速 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里面 也同样还没有过去十天 这么短的时间内 老爹不会就被清姨小童那货给忽悠瘸了吧 臭小子 你说什么呢 楚香天文言顿时一巴掌拍在楚剑球的脑袋上 没好气的说道 龙原道友好歹也是一件堂堂的上古神剑 而且他不学多才 见多识广 你让他去干种田这种活 的确有点过分了 楚剑球听到这话顿时不由一阵无语 哎呀 完了完了 老爹这真是被龙原那货给忽悠瘸了 这说话的语气和那夯货多像 楚剑球还想继续分辨 想让自己老爹明白 清姨小童就是一个只懂得吹牛的夯货 他的话根本就不足性 可别被他三言两语给忽悠的不知道东西南北了 只是楚香天却是不由分说的摆了摆手 说道 行了 事情我已经跟你说了 事情就这样定了 他已经向龙原道友夸下了海口 说保证帮他搞定此事 要是楚剑球不答应 那他在龙原道友面前岂不是很没面子 所以楚香天哪里会容许楚剑球有分辨的余地 直接就帮他做了决定 楚剑球见到这一幕 心中不由一阵憋屈 但没奈何 谁让这是自己老爹呢 楚香天可不比其他人 要是惹得他不高兴 他是真的会动手揍自己的 而且楚香天还一直认为 老子揍儿子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说 楚剑球无可奈何之下 只好按照楚香天所说的去做 清衣小童那货 如今有了自己老爹成腰 那是底气十足 在自己面前那是硬气的不得了 楚剑球默默把这笔账给记下来 等到以后再和这货算总账 清衣小童有了自己老爹成腰 不再干种田这活了 但是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 那一片广袤无比的龙牙米稻田 却又不能就此荒废 楚剑球只好让吞天虎 去替代清衣小童 去打理那片农田了 让楚剑球感觉欣慰的是 吞天虎不愧是他麾下最听话的小弟 干起活来不打半点折扣 既不像清衣小童那样背懒 也不像小傻鸟那样斤斤计较 吞天虎不但把那片龙牙米稻田 打理得井井有条 而且每天还从荒谷大陆中 带出大量的荒谷大陆溪水 吞天虎所带出来的这些荒谷大陆溪水 不但满足了清衣小童平常的使用 而且还灌溉了大量的龙牙米稻田 使得第三版龙牙米的出产 比起清衣小童打理的时候 产量高了四五倍不至 这让楚剑球看得不由大为满意 要是他的麾下人人都像吞天虎 如果这么听话那他可就省心的多了 楚向天在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中 除了修炼炼化吃下的鱼肉调养伤势之外 剩下来的时间都是向清衣小童讨教有关 修炼方面的事情 对于楚向天的讨教清衣小童 指点得非常尽心尽力 因为他很清楚 他如今能够拥有如此逍遥的日子 全都是仰仗楚向天 没有楚向天的撑腰 楚剑球绝对会立即跑过来和他算账 对于这个坚硬的后台 清衣小童自然也会好好地经营 只要和楚向天打好关系 就不愁没有好日子过 楚剑球为了让楚向天 安心地在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调养伤势 他直接让入化阿鱼等人 进入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中 专门为楚向天烹煮鱼肉和第三板龙牙米饭 省得楚向天老是在混沌之尊塔跑出跑入 增添他的麻烦 时光匆匆 很快 十天时间过去 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 由于有十倍的时间加速 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天 此时的楚向天非但伤势早已痊愈 而且修为还长了一大截 由于有清衣小童的指点 再加上功效强大无比的鱼肉 和第三板龙牙米饭的供应 楚向天的修炼速度 简直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 此时楚向天没有再继续在混沌之尊塔 第二层天地呆下去 而是离开了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 因为他已经发觉 他在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修炼 对混沌之尊塔来说 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负荷 混沌之尊塔虽然是一件品贴高的 难以想象的神器 但是目前混沌之尊塔 毕竟还远远没有修复 本来清衣小童 水灵珠 时空定位时 陈渊之景 还有那一片广袤的龙牙米稻田 源源不断地吸收着混沌之尊塔的能量 对于混沌之尊塔来说 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负荷了 如今再加上他这个天眼镜强者 每天都在大量地吸收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的星光 这对混沌之尊塔来说 压力更加巨大 要是他长久地在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修炼下去 恐怕会对混沌之尊塔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如今他的伤势早已痊愈 而且修为也暴涨了一大戒 再继续在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修炼下去 已无必要 他不可能因为一己之私 而不顾混沌之尊塔的情况 在楚湘天离开了混沌之尊塔的时候 清衣小童也同样跟着离开了 因为他担心 在楚湘天不在身边的时候 楚剑秋会立即和他算总账 清衣小童在离开混沌之尊塔后 依然跟在楚湘天的身边 指点楚湘天的修炼 顺便在楚湘天面前装装逼吹吹牛 只有在楚湘天的面前 他的虚荣心才能够得到极大的满足 才能产生巨大无比的成就感 在离开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之后 楚湘天大部分时间都飞到天外去炼剑 在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里面 他束手束脚 根本就不敢在里面施展威力巨大的武学 生怕破坏了那一片天地 而在远离天舞大陆的天外 在那空无一物的宇宙星空中 他则可以任意挥洒 即使把虚空打得天崩地裂都无所谓 楚湘天 不对不对 你这一招剑法真源运转的方法不对 和大刀的配合更是生硬无比 正在楚湘天修炼剑法的时候 在一旁观看的清衣小童顿时大摇其头道 作为一柄上古神剑 他最为擅长的就是剑法了 楚湘天这在外人看来威力巨大 精妙无比的剑法 在清衣小童看来却是破绽百出 拙劣不堪 他一眼就看出了楚湘天剑法中的无数破绽 还请龙原道友指教 楚湘天文言立即停下手来 向清衣小童拱了拱手 很是谦虚地说道 经过这段时间和清衣小童的相处 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 清衣小童的本事究竟是何等的大了 既然清衣小童说不对 那就肯定不对 清衣小童随即指出了楚湘天剑法 之中的不足 并说了自己的方法 如何纠正过来 楚湘天根据清衣小童 纠正过后的剑法一式 果然威力 骤然提升了两三倍都不止 见到这一幕 楚湘天心中对清衣小童的佩服 简直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 要是没有清衣小童的指点 他永远都想不到 这门剑法还可以这样用 接下来 楚湘天继续演练着他所修炼的那门剑法 而他没演练一招 清衣小童就把他批得一无是处 在指点了楚湘天十几招剑法的不足之后 清衣小童最终不耐烦地说道 行了行了 楚湘天 你就别修炼这门垃圾剑法了 简直浪费时间 龙元道友 这门剑法是我所修炼的剑法之中 威力最强的一门 其他的剑法恐怕比起这门剑法更加的不堪 楚湘天文言有些无奈地说道 他这门剑法即使在盗盟的诸多剑法之中 都算得上是极为上乘的 在盗盟的一众道子之中 不知道有多少道子想方设法都想得到这门剑法的传承 即使是他当年也付出了不少代价 才最终得到了这门剑法的传承 而且这些年来 他也是仗着这门剑法 大杀四方 纵横天舞大陆 虽然说不上所向无敌 但是在同境界之中 还真没有多少人是他的对手 但就是这一门极其上乘的剑法 在清姨小彤的眼中 却是一无是处 并且被清姨小彤说成是垃圾剑法 如果是其他人这样说 楚湘天绝对会叫他好好做人 让他见识见识 这门垃圾剑法的威力 但是清姨小彤这样说 楚湘天心中就只剩下无奈了 因为清姨小彤的确有资格这样评价 这门剑法 光是清姨小彤修改的这十几招剑法 就让他这门剑法的威力 直接凭空提升了好几倍 这让楚湘天不得不服 罢了 看在你这段时间还算上道的份上 本大爷来传授你一门剑法 清姨小彤说着 伸出手指 一直点在楚湘天的眉心 一瞬间 楚湘天只觉一股庞大无比的迅气流 涌入了脑海 一战茶适风过后 清姨小彤收回了手指 而楚湘天的脑海中 也多了一门高妙无比的强大剑法 这一门剑法之强大玄妙 完全超出了楚湘天的认知 即使是道蒙之中最为强大的剑法 在这门剑法面前 恐怕也只是和垃圾一般 不值一提 这一刻 楚湘天心中不由震撼到 难以想象的地步 这清姨小彤究竟是什么来头 居然连如此高深的剑法 他都掌握 此时 楚湘天只觉眼前这清姨小彤 越发的高深莫测了 而他对清姨小彤的态度 也越发的尊敬了 这一门剑法叫做 罗天大眼剑爵 是我上任主人的成名绝技 清姨小彤双手赋后 老气横秋的说道 罗天大眼剑爵 一共分为九重 我刚才传授给你的 是这门剑爵的第一重 也是这门剑爵的入门基础剑爵 楚湘天听到这话 不由再次震惊地倒抽了一口冷气 在他看来 这门精妙绝轮到极点的剑法 居然仅仅只是这门 罗天大眼剑爵的第一重 只是这门剑爵的入门基础剑法 那这门剑爵的真正精髓所在 究竟在精妙深奥到何等地步 这简直难以想象 龙岩道友 既然你都已经传授了 为何不顺便把完整的剑爵 一起传授给我 楚湘天小心翼翼地说道 听到清姨小彤这话后 楚湘天对于这门完整的 罗天大眼剑爵 究竟是何等模样 实在好奇得很 楚湘天 不要好高无远 光是这罗天大眼剑爵的第一重的入门十八世 你都未必能够练得成呢 就更不用说更高层次的剑爵了 清姨小彤瞥了他一眼 老气横丘地教训道 罗天大眼剑爵的第二重 至少要化解镜的强者才修炼得了 你有化解镜的实力吗 楚湘天听到这话顿时不敢出声了 好了 接下来你就按照我传授给你的剑爵修炼吧 清姨小彤双手附后 居高临下地对楚湘天说道 是 龙岩道友 楚湘天文言连忙答应了一声 随着清姨小彤所展现出来的剑势越来越恐怖 楚湘天对清姨小彤的态度也越发地尊敬 现在 他都几乎是把清姨小彤当作自己的师父一样对待了 清姨小彤对他修炼中的问题的指点 几乎是直指要害以针见血的 经过清姨小彤这段时间的指点 楚湘天感觉自己简直是受益无穷 清姨小彤相当于是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五道无上之路的通天大道 清姨小彤的本领和眼界见识 远非他以往所遇到的任何一位武道前辈所能够比拟的 在楚湘天的眼中 清姨小彤就是一位最为高明的名师 楚湘天果然不愧是剑道奇才 在清姨小彤的指导下 楚湘天很快就练成了 罗天大眼剑爵的第一重的前面两世 罗天大眼剑爵的第一重 一共有十八世 一世比一世威力巨大 光是练成罗天大眼剑爵的第一重第二世 楚湘天就感觉 这一世剑爵 比起自己之前所掌握的最厉害的一招剑法 威力都还要强上十倍不止 嗯 不错 楚湘天 以你的武道天赋 绵绵强强还算可以 清姨小彤健壮点了点头说道 其实清姨小彤这话也并不是故意在贬低楚湘天 他以前跟随他的上任主人 走过了诸天万界太多太多的地方 什么样的武道天才没有见过 楚湘天的武道天赋 在天武大陆这种鸡脚嘎拉之地 的确算得上是难得一见的奇才 但是和诸天万界那些真正的妖孽相比 却还是差了不少 只有像楚剑秋这样的变态 才会真正让清姨小彤从心底里面钦佩 以小彤玄境后期的修为 就能够匹敌飞升境中期的强悍战力 这即使是见多识广如清姨小彤这样的人物 在他一生之中也并不多见 楚剑秋的铜镜战力 即使放在整个诸天万界来说 都已经称得上是真正的天才了 至于天武大陆的那些所谓的天才 即使常如地往前十 像王燕 江书 鲁飞荣这样的武道天骄 清姨小彤都是半点都不放在眼里 这一些所谓的天才 放到诸天万界之中 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废物 在清姨小彤的刺激下 楚相天炼剑顿时更加刻苦了 在剑到天赋方面 楚相天自认即使在整个天武大陆 都少有人能够和他相比 但是在清姨小彤的口中 却仅仅只是勉勉强强而已 如果是其他人这样说 楚相天自然不会当一回事 但是出自清姨小彤的口中 他就不能不服了 这一天 楚相天正在天外炼剑的时候 在一旁观看的清姨小彤 忽然开口说道 楚相天 有人来了 谁 楚相天文言不由一正 随即停了下来 但当他这话刚出口的时候 他便也立即感应到 一股强大无比的气息 正从北边的天空中 朝着南州这边迅速飞来 见到这一幕 楚相天对清姨小彤 又不由一阵佩服 清姨小彤在感知力方面 居然比他都还要更胜一筹 楚相天 来人的实力很强大 你有可能不是他的对手 清姨小彤看了一眼 北边的天空说道 是不是对手 这得打过才知 正好拿他来试一试 我这些天的修炼成果 楚相天笑着说道 说着他身形一闪 主动朝那股气息 迎了上去 扳上过后 楚相天终于看清了 那股强大气息的身影 在看清那道身影的面目的时候 楚相天瞳孔不由一缩 不由师生教导 王李 楚相天 你认识他 清姨小彤问道 他是三大远古世家之一的王家家主 楚相天有些难以想象的说道 我原本以为王家已经够不要脸了 却还是没有想到 王家居然已经不要脸到这个地步 王家的底线 简直击穿了他对三大远古世家的认知 他实在无法讲将 堂堂的三大远古世家居然可以不要脸到这个程度 为了杀他 作为堂堂的三大远古世家之一的家主居然亲自出手 王黎 可以说是天武大陆真正的巨头人物 是站在天武大陆最为巅峰的那一拨人 除了林翠山等少数的寥寥几人之外 整个天武大陆 实力比王黎高的都找不出多少个来 楚相天 我就说吧 你不是他的对手 青衣小童双比环胸 瞥了一眼远处正在迅速飞来的身影 老神在在地说道 还是那句话 是不是他的对手这得打过才知 楚相天笑着说道 要是连打都没有打就先投降了 那修炼还有什么用 不但辜负了龙渊道友这段时间的指导 也辜负了罗天大眼见诀这门绝学 说着 楚相天继续朝着王黎主动赢了上去 见到这一幕 青衣小童不由再次对楚相天挂目相看 楚相天的心性的确很是不错 青衣小童对天武大陆的情况 如今了解的也并不少 他很清楚 三大远古世家的家主在天武大陆究竟意味着什么 面对此等传说中的人物 楚相天居然毫不退缩 没有半点的畏惧 反而战洋洋主动迎战 面对强者依然敢拔剑一战 这才是真正的剑客精神 真正的剑客从来不是欺负弱小 而是敢于向强者拔剑 很快 天外的宇宙星空中 楚相天和王黎 正式相遇 楚相天 你胆子不想 见到本座居然还敢主动上来找死 王黎看了一眼楚相天 冷哼了一声说道 见到楚相天这副神丸弃足的样子 王黎心中震惊到了极点 不是说楚相天和王玄一战受伤沉重吗 眼前的楚相天可没有半点受伤的样子 难道楚相天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中就已经把如此沉重的伤势完全养好 这简直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天眼镜强者的力量非常的强大 时间能够伤到天眼镜的力量可以说少之又少 但同样天眼镜强者一旦受伤也不是那么容易治疗的 那所需要的药物也是珍惜无比 王黎 你们王家的脸皮还真是令楚某叹为观止 不得不服 楚相天看着王黎不由感叹道 楚相天都死到临头了还在耍嘴皮子 王黎听到这话冷哼了一声说道 今天本座就送你下地狱 谁送谁下地狱还两说呢 王黎 此话你说得为之过早啊 楚相天冷笑说道 楚相天 你的自信心有点膨胀啊 莫非你真以为刚刚突破天眼镜的你能够和本座一战不成 王黎冷笑一声说道 那就试试 楚相天豪迈一笑说道 哼 本座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 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三大远古世家家主的真正实力 王黎冷哼一声说道 说着他不再废话 手掌一张 手中出现一柄散发着强大无比波动的长剑法宝 一剑朝楚相天批了过去 楚相天见状 宜然不惧 手中长剑一挥 同样也是一剑朝着王黎劈了过去 一场激烈无比的大战在天外的宇宙星空中爆发开来 王黎本以为以自己的实力击杀楚相天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毕竟他在天眼镜中切的境界中已经沉浸了将近上百万年 早就已经修炼到了天眼镜中切的极限 距离突破天眼镜后期都只是一线之隔而已 而楚相天修炼岁月不到千年 突破天眼镜到现在更是连一个月时间都不到 以楚相天的实力如何和自己相比 天眼镜 可不像天眼镜之下的境界那样 可以轻轻松松的越境而战 天眼镜每一个境界之间的差距都非常的巨大 而且任何一个能够突破天眼镜的强者 哪一个不是舞蹈天赋绝顶的爵士天才 天赋 悟性 气韵和机缘 只要缺少一样都很难突破到天眼镜 任何一名突破到天眼镜的强者 都是天舞大陆历史上的爵士天骄 但当和楚相天真正一战的时候 王黎才发觉自己对楚相天的实力远远低估了 楚相天的实力比他所预料的都还要强大十倍不止 王黎心中简直震惊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楚相天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把伤势扬好也就罢了 他是怎么做到实力提升的这么快的 要知道突破到天眼镜 每向上前进一步都非常的艰难 因为天眼镜强者所需要的能量 实在太精准了 数量也太巨大了 即使是九品灵石 对天眼镜强者来说 其实也已经用处不大 所以天眼镜强者要提升实力是非常艰难的 只能靠水魔功夫 通过漫长的时间一点一点的积累 天眼镜强者每向上一步 都是动辄以十万年百万年的时间计算的 楚相天的这种情况 简直已经超出了王黎的认知 而且 楚相天所施展的这门剑法的威力也同样令王黎震惊不已 对于道蒙的武学 王黎也是有所了解的 但是他却从来不知道 道蒙还有一门威力强到这个地步的剑法 楚相天 你还真是令人意外啊 王黎眯着眼睛说道 不过你要是以为凭死就能够和我一战 那你就太过天真了 说着 王黎猛然加大了攻势 如此一来 楚相天顿时有点扛不住了 王黎的实力本来就比他强大太多太多了 王黎不但境界比他高 而且所使用的法宝的品阶也同样比他高 他所使用的只不过是一件先天下品的常见法宝 而王黎所使用的则是一柄先天中品的常见法宝 无论是修位上还是法宝上 楚相天都被王黎全面碾压 要不是他经过轻衣小童这段时间的指点 再练成了螺天大眼剑爵的第一重第二事 恐怕他早就已经被王黎祭拜多事了 不过即使如此 在王黎猛烈无比的攻击之下 他也撑不了多久了 楚相天别挣扎了 乖乖认命吧 王黎脸色猙獰的狂笑道 无论你再如何挣扎 今天都注定难逃一死 楚相天奋力抵挡着王黎的攻击 他心中不由有切无奈 好像他的确不是王黎的对手啊 就在这危机无比的时刻 忽然一道声音传了过来 楚大哥 我来助你 随着声音落下 一道身影一闪 飞了过来 加入了战场 却是天凤公主赶了过来 在九线大陆基宇宗移址 突破了天眼镜之后 天凤公主稳过了一番境界 便通过传送阵 返回了南州 但就在她返回南州的那一刻 却感受到天外 正在爆发一场 剧烈无比的战斗 从战斗的惊人程度来看 爆发战斗的双方 无疑是天眼镜的绝顶强者 在感受到这一幕的时候 天凤公主放心不下 立即就朝着天外赶了过来 当她赶到这里的时候 恰好就见到楚香天陷入了险境 见到这一幕 天凤公主毫不犹豫地飞了过来 和楚香天并肩作战 一起抵挡王黎的攻击 罗燕玉 你居然也突破到了天眼镜 王黎见到天凤公主飞了过来 顿时瞳孔不由一缩 震惊无比地说道 天眼镜什么时候 这么容易突破了 坚持楚香天 突破到天眼镜 这连一个月的时间都达不到 连罗燕玉居然也突破了 这顿时让王黎的心中 震撼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就你们两个刚刚突破天眼镜的后辈小儿 也想挡得住老夫 简直是做梦 王黎脸色猙獰地说道 我言语 你来得正好 剩到我杀了楚香天之后再去找你 正好省了本座的一番手脚 你不是很喜欢楚香天吗 今天本座就成全你们 让你们做一对同名鸳鸯 送你们一起下黄泉 说着 王黎瞬间爆发了狂暴无比的攻势 恐怖无比的攻击力 即使楚香天和天凤公主联手之下 也依然难以抵挡得住 楚香天和天凤公主心中不由一片骇然 这就是三大远古世家家主的真正实力吗 果然强大的令人难以想象 小月 你快走 我先来拖住她 楚香天一边艰难地抵挡王黎的进攻 一边对天凤公主说道 我不走 要死 我们就死在一起 天凤公主听到这话 咬尽红唇 态度坚决地说道 曾经在楚香天最为困难的时候 她错过了和楚香天一起并肩作战的机会 如今她岂能再次错过这样的机会 小月 你说什么糊涂话 你留下来除了白送命之外 又有何意 楚香天文言顿时不由一阵焦急地说道 送我求你了 赶紧走吧 难道你要丢下整个天凤公不顾吗 楚大哥 你别说了 我是不会走的 我为天凤公已经做得够多了 天凤公主摇了摇头 坚定无比地说道 如今的天凤公 即使和天凤公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候相比 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师父留下来的嘱托 我已经算是完成了 我已经再无牵挂了 当年因为天凤公的羁绊 她没有选择跟随楚香天一起离开 成为了她人生之中最大的遗憾 她可不想这一次 也成为一件让自己后悔终生的事情 天凤公如今拥有十几名的半部天眼镜强者 无论是落雪平 于静和 还是浓骨翠 都完全足以掌控天凤公 让天凤公继续向前走 如今的天凤公已经远比她想象中 发展的都还要好几十倍 师父当年对她的嘱托和期望 她已经超预想的完成了 她也是时候该为自己痛痛快快的活一场了 想走 做梦 王黎冷笑一声说道 今天你们谁都走不了 接着 王黎又是一件批出 这一件直接针对天凤公主 楚香天剑状为了避免天凤公主被这一件所伤 瞬间身形一闪 挡在了天凤公主的身前 奋力批出一件 为天凤公主挡下了这一件 红龙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楚香天被避剑 批得整个人飞出数十万里 一口鲜却从口中狂喷而出 楚大哥 天凤公主见状不由一声惊呼 哎 楚香天 本大爷都已经说了 你不是他的对手 你偏要硬撑 现在相信本大爷的话了吧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你看你一旦不听本大爷的话就要吃大亏了 此时 清衣小童骤然出现在楚香天的身边 摇头叹息道 龙原道友 你赶紧离开吧 要是我被他杀了 恐怕连你都要落入他的手中 楚香天苦笑一声说道 说什么屁话 本大爷是那种临阵脱逃 不讲义气之人吗 清衣小童顿时脸色已沉 训斥道 楚香天文言还想说什么 只是还没等他说出口 清衣小童便已经挥手打断他 说道 行了 别废话了 你这小子 本大爷看得还算顺眼 本大爷今天就魄力让你动用本大爷一次 让你见识见识 本大爷的真正威力 说着 清衣小童身形一晃 瞬间化作一柄秀气斑斑的破剑 悬浮在楚香天的面前 楚香天见到这一幕顿时不由一愣 龙渊道有的意思是让自己拿着他战斗 自从心里把清衣小童当做自己师父来看待之后 楚香天对清衣小童是非常尊敬的 心中可再没有浮起过这个念头 楚香天 还愣着干嘛 赶紧的 否则罗燕玉那小丫头恐怕要没命了 清衣小童见到楚香天还在发愣 顿时出声催促的 楚香天听到这话心中不由毅力 他抬头看去 只见天凤公主已经燃烧了最为剧烈的拼命之术 正在燃烧生命战斗 以抵挡王黎的进攻 但是天凤公主和王黎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了 即使他燃烧拼命的秘术 实力大增 也很难抵挡得住王黎多久 楚香天见到这一幕顿时不再犹豫 一把抓去悬浮在自己面前的那柄秀极斑斑的破剑 身形一闪朝着王黎破了过去 在抓着手中这柄秀极斑斑的破剑的时候 楚香天立即感受到这柄秀极斑斑的破剑中那一股恐怖无比的力量 楚香天运转心法 把真元灌进手中的破剑中 催发破剑中的威能 一剑朝王黎撇了过去 随着这一剑的批出 一道恐怖到难以想象的剑光 从长剑中击射而出 这一剑的威能之可怕 似乎要把眼前的宇宙星空 都要直接一剑破开两半一般 另一边 王黎正要对天凤公主下杀手的时候 忠然间感受到一股强烈无比的威胁感传来 他抬头看去 只见一道恐怖到难以想象的剑光 展开了虚空 朝着自己劈了过来 见到这一幕 王黎心中不由大害 这一剑之中 他居然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面对这足以斩破星辰的可怕一剑 王黎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他顾不得继续对天凤公主下杀手了 连忙调转剑锋 朝着那可怕无比的一剑 迎了上去 轰隆 两剑相撞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爆发出来 恐怖无比的余威 使得方圆上百亿里的空间 都发生一阵坍塌 王黎挨了这一剑 直接被一剑批出了上百万里 一缕鲜血 从嘴角溢出 天凤公主见到这一幕 顿时不由惊喜 无比地叫了一声 楚大哥 楚相天的战力 怎么一下子暴涨了这么多了 这一剑的威力 比起楚相天之前威力最大的一剑 都强大了十倍不止 一剑之下 居然就直接让实力强大 无比的王黎受伤了 小玉 接下来的战斗 你不要插手了 你就在一边静静地看着就行了 楚相天一挥手 沉声说道 是 楚大哥 天凤公主文言 连忙答应道 你楚相天现在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都已经丝毫不亚于王黎了 甚至比王黎都还要强上不少 在这种情况下 也不需要他插手了 他要是再继续插手的话 只会给楚相天添乱 王黎 现在就让我们好好地站上一场吧 楚某倒是要看看 你这三大远古世家的家主 究竟有多少金量 楚相天盯着王黎 冷声说道 有了龙渊道友在手 楚相天信心大涨 面对实力强悍的王黎 那是半点都不怂 王黎盯着气势强盛的楚相天 又看着楚相天手中握着的那柄 秀结斑斑的破剑 目光顿时不由一阵阴沉 还已经看出 楚相天之所以实力骤然暴涨 十倍不止 就是因为手中 多了这么一柄破剑的原因 之前他见到 楚相天的身边 跟着一名轻衣小童 却并没有太过在意 因为那轻衣小童的气息 并不算太过强大 顶多只是一般的 半部先天法宝而已 但现在看来 很明显他看走眼了 那轻衣小童 并非是什么半部先天法宝 而是一柄品阶高的 难以想象的神剑 当然 王黎之所以看走眼了 并非是因为王黎的眼光不行 比不上楚相天 而是因为轻衣小童 故意隐藏了自身的气 而当初在 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中 楚相天在第一次 见到轻衣小童的时候 之所以能够一眼看出 轻衣小童的不凡 那是因为轻衣小童 故意卖弄 恨不得把自己最强大的一面 展示给楚相天 以便在楚相天的面前 装逼吹牛 楚相天 你以为凭借一柄垃圾般的破剑 就能够和本座抗衡啊 你未免太天真了 王黎盯着楚相天 目光阴沉地说道 楚相天 给本大爷干死他 轻衣小童听到王黎这话 顿时暴跳如雷地说道 妈的居然敢骂本大爷破剑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小沙鸟骂他破剑也就罢了 毕竟小沙鸟有楚剑秋成腰 而且小沙鸟毕竟也算是自己人 还是一个乳毛未干的黄毛丫头一个 他堂堂上古神剑 懒得和那种小丫头一般见识 但是王黎算什么东西 居然也敢骂他破剑 卢元道友放心 今天楚某绝对不会让他轻易离开 楚相天文言点了点头说道 说着他没有再多说废话 耍的一声 又是一剑朝王黎劈了过去 王黎见到那威力可怕到极点的见光 顿时不敢轻忽 联盟凝神接战 接下来楚相天和王黎 再次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这一场大战比起之前打的都还要激烈数倍不止 现在两人几乎都是拿出了拼命的架势 想要把对方给击杀掉 正在两人打得翻天覆地的时候 在战场的远处一片虚空忽然裂开 从中走出一名相貌威严的中年人 这相貌威严的中年人 正是临罪山的神念分身 这里所爆发的恐怖大战 其实他早就已经感应到了 但是之前 他正在和魔族主帅贝鲁特对峙着 不敢轻易分心 所以才迟迟没有撕裂空间 让自己的神念分身赶过来查看情况 直到现在 边疆前线的战士捎缓 他这才连忙抽空 让自己的神念分身降临过来 临罪山的神念分身朝着远处的战场看了一眼 当看清楚战斗双方的面目的时候 临罪山顿时不由勃然大怒 王黎居然敢亲自赶到南州来追杀楚强天 王家实在太过放肆了 这简直是在挑战盗蒙的底线 王黎真以为他是三大远古世家的家主 盗蒙就不敢拿他怎么样了 临罪山随即就想赶过去阻止这场战斗 只是就在他刚想动身的时候 却忽然又止住了身形 不对 看样子似乎并非是王黎占据上风 而是楚湘天 从那战斗的形势来看 貌似是楚湘天正在压着王黎党 当查觉到情况好像有点不对劲的时候 临罪山顿时不再急着赶过去 而是在一旁仔细地观战起来 他这么仔细一观察 还真是发现楚湘天在压着王黎在大 而并不是他看错了 见到这一幕 临罪山顿时不由吃了一惊 这才短短一个月时间不到 楚湘天的实力怎么忽然间变得这么厉害了 一个月前楚湘天和王玄一战的时候 他的实力可远没有现在这么恐怖 这短短一个月时间过去 楚湘天非但伤势痊愈了 居然还实力暴涨到如此可怕的地步 这简直是令人匪夷所思 见到眼前这一幕 即使是见多识广的临罪山 心中也不由生起一股难以想象的感觉 不对 楚湘天之所以爆发出如此可怕的战力 并不是光好他自身的实力 最为关键的是他手中那柄看起来秀气斑斑的破剑 以临罪山的眼光很快就看出了端倪 楚湘天的实力的确比起一个月前提升了很多 但是却并没有一下子飙升到足以压制王玲的地步 真正令楚湘天展现出如此可怕战力的 是因为他手中那柄看不出品阶的破剑 临罪山仔细观察着楚湘天手中所握着的那柄秀气斑斑的破剑 他越看越是心惊 以他的眼界见识居然看不出这柄破剑的品阶 这还是临罪山一生以来破天荒第一次所遇到的事情 临罪山心中不由震惊到了极点 楚湘天究竟从哪里得到如此强大的一柄神剑 由于这一战是楚湘天占了上风 临罪山也就不急着过去了 他乐于见到王黎这老匹夫吃鞭 对于王家他心中不满已久 在道盟内部的众多势力之中 王家就是最为典型的主和派 也就是投降派 王家对于道盟的自己人倒是心狠手辣得很 但是一旦面对魔族却是比任何的势力都没有骨头 若是楚湘天处于危险的情况中 临罪山自然会毫不犹豫的上前阻止这场战斗 但是既然是王黎挨揍 临罪山就乐于在一旁看戏了 这一场大战一直打了整整三天三夜 打得方圆数万亿里的空间都不断的崩塌 而这一战的最终结果居然是以王黎被重创 最终落荒而逃而结束 临罪山的神念分身从头看到尾 自始至终都没有上前掺和这场战斗 直到王黎落荒而逃后 临罪山的神念分身这才离开 被自己本尊收了回去 楚大哥你真厉害 居然连王黎都不是你的对手 在王黎被打得落荒而逃后 天凤公主飞到楚湘天的身边 一双眉眸中满是钦佩和仰慕的神色 楚大哥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英明神武 所向无敌 楚湘天听到这话却是静静而立 默然不打 过来半晌之后 她的身体一颤 紧接着一口鲜血从口中狂喷而出 身体再也在空中站立不住 从空中直往下掉 楚大哥你怎么了 天凤公主见到这一幕 顿是不由大惊失色地叫道 她连忙上前辅助楚湘天的身体 行小月帮我把龙烟龙烟倒有拿过来 楚湘天面若金纸虚弱无别地指了纸 那柄已经握不住脱手掉落的秀极斑斑的破剑 气弱油丝地对天凤公主说道 这一战虽然她把王黎给重创了 但是她自身也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不单只是她 就连青衣小童也几乎耗尽了积蓄的所有力量 此时的龙原剑都已经难以化形变成青衣小童了 这一战 楚湘天所受的伤势之沉重 比起一个月前和王玄的那一战 都还要沉重十倍不止 天凤公主听到这话 连忙一把抓住那柄秀极斑斑的破剑 转头对楚湘天说道 楚大哥放心 我已经帮你把这柄剑拿住了 楚湘天见到这一幕 心神一松再也支撑不住 整个人都晕了过去 天凤公主连忙抱着楚湘天 带着那柄秀极斑斑的破剑朝着南州飞去 楚湘天的情况太严重了 以她的能耐可无法帮得了楚湘天 来赶紧把楚湘天带回去 让楚剑秋想办法给楚湘天治疗 楚剑秋见到天凤公主带着昏迷不醒的楚湘天回来 还有清衣孝童居然也变成了一柄秀极斑斑的破剑 顿时不由大吃一惊 炎炎这是怎么回事 楚剑秋不由震惊无比的向天凤公主问道 由于楚湘天和亡黎爆发大战的地点 是距离天武大陆极其遥远的天外 以楚剑秋目前的修为可无法感知到如此遥远的距离 所以楚剑秋是完全不知道楚湘天在天外和亡黎爆发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这件事情的 后来他虽然见到天凤公主也朝着天外飞去 但他一开始还以为天凤公主是跑到天外和他老爹优惠来着 根本就没想到天凤公主是跑去参战的 此时见到天凤公主抱着自己老爹拿着龙渊剑返回来 甚至连天凤公主本身都受伤不清 楚剑秋这才明白 之前在天外究竟发生了何等严重的事情 一个月前他父亲和王玄的那一场大战都远远没有受伤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而这一次的大战在楚湘天已经实力大涨 还加上青衣小童以及突破天眼镜之后的天凤公主都一起参战的情况下 三人居然都还受到了如此恐怖的重创 由此可见 这一次他们遇到的敌人实力究竟强大到何等地步 王家家主王李亲自跑到南州来想来杀你爹 你爹拿着这柄剑和他大战了三天三夜 虽然最终把他给打跑了 但是你爹也变成这个样子 天凤公主脸色沉重的焦急无比说道 楚剑秋你赶紧想办法救救你爹 他现在这种情况很是不妙 哎 爷爷我知道了 楚剑秋从天凤公主的手中接过了楚湘天和龙渊剑 点了点头说道 楚剑秋带着楚湘天和龙渊剑返回了自己的府邸 进入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中 吞天虎 清儿赶紧到荒谷大陆中 把荒谷大陆吸水有多少搬过多少来 楚剑秋对吞天虎和小青鸟说道 吞天虎和小青鸟听到楚剑秋的叫唤 立即飞了过来 楚剑秋你爹他怎么了 小青鸟看了一眼昏迷不醒的楚湘天 顿事不由吃了一惊问道 楚湘天可是堂堂的天眼镜强者 谁能够把他给伤到这个地步 别废话了 先赶紧去搬吸水吧 楚剑秋沉声说道 哦 我现在就去 穿火 别愣着了 赶紧走 小青鸟也知道事态的严重性 顿时不敢怠慢 连忙和吞天虎一起进入荒谷大陆中 去搬运吸水去了 楚剑秋取出了一个大木桶 把大量的荒谷大陆吸水放进去 再把楚湘天和青衣小童放进其中炮着 当把这一人一剑放进大木桶中的时候 这一人一剑顿时开始疯狂的吸收起 荒谷大陆吸水来 虽然楚湘天此时还处于昏迷状态 但是他的身体在危急的情况下 自动的做出反应 去寻求一切治愈自身的能量 至于青衣小童就更不必说了 这货虽然已经能量消耗殆尽 无法维持化形 但是他的灵质可并没有昏迷 在感受到自己被放进荒谷大陆 吸水中泡着的时候 他自然要拼命吞吸起来 当楚湘天的身体 开始自动吸收荒谷大陆吸水的时候 他的情况也终于止住了继续恶化 楚剑秋见状心中这才稍微放心 他又把悬浮在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 正在吸收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 星光的生命圆珠拿了过来 放在了楚湘天的身上 这颗生命圆珠在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 放置了漫长的时间 再吸收了大量的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的星光 并且还被楚剑秋用荒谷大陆吸水滋养过 此时的生命圆珠在等级上 比起楚剑秋刚开始得到的时候 不知道提升了多少倍 至少在品阶上 这颗生命圆珠已经提升到了半部先天的品阶 甚至还在向着真正的先天法宝进阶 由于生命圆珠的特殊性 虽然它的品阶只有半部先天 但它本身所散发着的强大生命力 还是对楚湘天的伤势有着极大的好处 有了这颗生命圆珠 源源不断地散发着强大生命力 楚湘天的伤势顿时开始慢慢地扭转恢复 见到楚湘天身上的伤势终于开始好转 楚剑秋顿时常常松了口气 只要楚湘天的伤势开始好转 一切都不成问题 他最怕的就是他目前所拥有的手段 无法治疗得了楚湘天如此沉重的伤势 大木桶中的荒谷大鲁西水 在楚湘天和龙渊剑的疯狂吞袭下 很快就被消耗一空 不过在此时 小青鸟和吞天虎他们已经搬运荒谷大鲁西水回来了 他们把荒谷大鲁西水倒进了大木桶中 把整个大木桶都倒满 又把剩下的荒谷大鲁西水交给楚剑秋 便转身再次跑进荒谷大鲁中去继续搬运西水了 转眼间一天时间过去 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中则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天 在吸收了大量的荒谷大鲁西水之后 楚湘天总算苏醒过来了 而此时青衣小童也已经可以勉强化形 青衣小童一化形就立即大声哀嚎道 诶 亏大了亏大了 本大爷辛辛苦苦积缺了这么多年的能量 一招全部成空 楚湘天都怪你 本大爷都说了你不是那混蛋的对手 你偏偏不听非要和他杠 现在好了 你自己落得个半死不活的下场 还连累本大爷也被打回了原情 龙元导佑对不起是我连累你了 楚湘天文言满脸愧疚地说道 你现在说对不起又有什么用 难道就能够弥补本大爷的损失吗 青衣小童继续刚嚎道 龙元导佑 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 我一定竭尽所能 想办法帮你得到 尽早让你恢复到原本的模样 楚湘天立即说道 楚湘天秋一听这两人的对话 就立即知道 自己老爹又被青衣小童这货给忽悠上了 其实以他对青衣小童这货性子的了解 这货一开口 他就已经知道 这货究竟是打什么算盘了 楚湘天 你说的是真的 青衣小童文言 顿时瞥了一眼 楚湘天问道 龙元导佑放心 楚某一向一言九鼎 言出必见 只要龙元导佑开口 楚某绝对会不起一切代价 即使赴唐导火 上到山下火海 要为龙元导佑 却来帮助龙元导佑恢复之我 楚湘天脸色肃然 郑重无比的说道 嗯 本大爷的需求也很简单 也不用你去赴唐导火 更不用你去上刀山下火海 只要你每天给本大爷提供一万丈 建方的荒谷大陆吸水就足够了 青衣小童说道 就这么简单 楚湘天文言不由一愣 有些不确定的问道 嗯嗯 本大爷的愿望一向很容易实现的 就是这么简单 楚湘天 你刚才可是说了的 要满足本大爷的要求的 青衣小童一脸 期待地看着楚湘天说道 青衣小童这话刚出口 脑袋上就挨了一巴掌 你这夯货怎么不上天呢 一天一万丈 建方的荒谷大陆吸水 你想得到没 楚剑秋黑着脸终于忍不住开口骂道 臭小子 干嘛呢 楚湘天家闹这一幕 顿时脸色一沉 很是不爽地说道 你爹的命都可以说是龙原道有救的 让你提供一点小小的吸水你都不愿意 怎的 是不是翅膀硬了 就当你老子不存在了 嗯 他那最后的一声嗯 带着浓浓的威胁异味 哎呀 老爹你想得简单 你知道一天一万丈建方的荒谷大陆吸水意味着什么吗 楚剑秋文言有些没好气地说道 真要是一天提供一万丈建方的荒谷大陆吸水给这货 不但我的第三板龙牙米不用种植了 吞天虎和小青瑶整天也用不着修炼了 一天到晚就只过着给这货搬运吸水去了 而且老爹你又不是不知道 从荒谷大陆带出来任何的资源都是需要消耗能量的好不好 要是按照这货的需求 玄建宗所储存的灵石又能够支撑的了多久 莫非老爹你有大量的灵石不成 如果老爹你能够提供足够的灵石的话 那我倒是没意见 楚向天听到这话顿时不由一阵语色 他现在有个屁的灵石 他这些年来虽然遇到了不少的机缘 但是所有的资源都几乎被他拿来修炼了 论起身家之丰厚他可远远无法和自己的儿子相比 但是他已经答应了龙渊道友 又不能自食其言 何况龙渊道友全都是因为他的原因才落得这般下场的 楚向天感觉自己有义务去帮助龙渊道友恢复过来 只是如此巨量的灵石他又不可能凭空变出来 楚向天低着头 冥思苦想了半天忽然灵机一动 他抬头看着楚剑秋说道 对了小子 你不是说这混沌之尊塔可以吸收一切形式的能量吗 不错的确如此 老爹你突然间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楚剑秋闻言不由有些疑惑的问道 我虽然没有灵石 但是我这里还有数十件半步仙天级别的魔器 你看这些半步仙天级别的魔器 能给龙渊道友搬运多少荒谷大陆吸水 楚向天说着手一挥 在他面前顿时瞬间浮现数十件散发着强大波动的魔器 这些魔器每一件都达到了半步仙天的品阶 老爹你确定要把这些魔器都给龙渊这货换成荒谷大陆吸水 楚剑秋看了一眼这数十件半步仙天品阶的强大魔器 转头看着楚向天问道 自然确定 楚向天毫不犹豫的摆了摆手说道 这些魔器对我来说半点用都没有 还不如给龙渊道友换荒谷大陆吸水 听到楚向天这话 清衣小童心中都不由一阵感动 如此众多的半步仙天级别的魔器 价值至少达到几十万亿八品零食 这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 而楚向天居然就这么轻轻一夜的拿出来 给他兑换荒谷大陆吸水 楚向天果然够爷们够义气 不忘自己和他结识一场 好吧 既然老爹你确定了 那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 楚剑秋文言点了点头说道 其实说实在的 楚剑秋也并非不想让清衣小童尽快恢复实力 但关键的是 他的手底下还有着玄剑宗的一大家子摇摇 而现在还要加上天凤公那一大堆的飞升镜强者 每天的消耗和支出都是一笔庞大的 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 他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都堆在清衣小童的身上 清衣小童这货就像一个无底洞 无论投入多少的资源他都能够吞得下 要是把大量的资源都堆在清衣小童的身上 他拿什么维持玄剑宗的运转 况且清衣小童能够发挥出多少威力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他这个龙渊剑主人的实力 即使清衣小童恢复的实力再高 他发挥不出来意义也不大 所以楚剑秋必须在清衣小童的恢复和玄剑宗的运转之间 做出一个取舍和平衡 选择一个最为合适的方案 现在既然自己老爹拿出资源来给清衣小童提供恢复的能量 那楚剑秋自然也无话可说 小子你给我一个定数 这些半步先天级别的魔器 究竟能够给龙渊道友换来多少荒谷大陆吸水 楚香天看着楚剑秋追问道 龙渊道友为了他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 如今楚香天最为着紧的就是为龙渊道友恢复 嗯我想想 楚剑秋听到楚香天这话摸了摸下巴沉吟了半上 在心中盘算了一番最终道 一件半步先天魔器大概能够兑换五千丈方的荒谷大陆吸水吧 楚剑秋这话一出清衣小童立即就想骂他心黑 对于从荒谷大陆带出荒谷大陆吸水究竟要消耗多少能量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 就连楚剑秋其实都不如他了解的清楚 因为他平时为了暗中克扣油水而不被楚剑秋发现 就必须精打细算精确计算出 从荒谷大陆带出一方的荒谷大陆吸水究竟要消耗多少能量 楚剑秋给出的这个兑换比例至少可扣了他一半的荒谷大陆吸水 但清衣小童随即想到楚剑秋把荒谷大陆吸水卖给天凤公主的价格 刚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和楚剑秋卖给天凤公主的价格相比 楚剑秋给出来的这个兑换比例只是可扣了他一半的量 的确算得上是天大的良心价了 要是他还对此不依不饶的话 楚剑秋一起之下绝对会给他穿小鞋 一剑半步先天的魔器只能兑换五千丈剑方的荒谷大陆吸水吗 这么说来这么多的魔器最多只能换来二十多万丈剑方的荒谷大陆吸水了 楚相天听到这话顿时沉吟着说道 对了龙元道友二十多万丈剑方的荒谷大陆吸水能够让你恢复到什么程度 楚相天又转头向清一小童问道 嗯区区二十万丈剑方的荒谷大陆吸水如果对于我恢复到最巅峰状态的话 那也是沧海一宿九牛一毛 但是若只是恢复到这一战之前的状态倒是可以恢复个七七八八 清一小童如实说道 听到清一小童这话楚相天就不由目光狐疑的看了这货一眼 他仔细回想了一下 自己自从获得荒谷大陆吸水这么久以来 分给清一小童的分量好像一共都没到二十万丈剑方这么多吧 但是现在这货确实说二十万丈剑方的荒谷大陆吸水 仅仅仅只是让他恢复到这一战之前状态的七七八八而已 清一小童这么说要么就是他故意夸张了 要么就是他以前种植龙牙米的时候 偷偷暗中克扣了不少的油水 以这货的性格这两种可能性都是非常大的 不过由于现在清一小童有了自己老爹的撑腰 楚相天暂时无法奈何的了他 所以虽然楚相天心中怀疑 却也没有现在就去追究此事 反正对清一小童的账已经记得够厚了 也不在乎多添那么一两笔 楚相天听到清一小童这话沉吟了一下 他又抬头对楚相天说道 剑秋我看你这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中 还有着两具非生镜的魔族尸体 这些非生镜魔族的尸体 你是不是也有什么用处 啊这用处可大了 这两具暗魔族的尸体防御力坚固无比 是炼制魁力最好的材料 最不济也能够给吞天虎吞了 给他打打牙剂 当做他提升修为的能量来用 楚剑秋说道 啊有用就好有用就好 楚相天闻言顿时眉开眼笑地说道 我这里还有数百具魔族的尸体 你看看能给龙岩道友换取多少荒谷大露西水 楚相天说着手一挥 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中 顿时出现了数百具巨大无比的魔族尸体 这些魔族尸体即使已经身死 但一个个都依然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从这些魔族尸体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看 这些魔族生前至少都是非生境后期以上的修为 见到这一幕 楚剑秋心中不有一阵震撼 老爹这些年来究竟都干了什么事情 居然杀了这么多非生境后期以上的魔族 楚剑秋仔细观察了一番这些魔族尸体 却发现这些魔族尸体和他所得到的暗魔族尸体 好像有点不一样 爹你这些魔族的尸体好像和我所得到的魔族尸体有点不一样啊 貌似同境界之中你的这些魔族尸体要更弱一些 楚剑秋看着楚相天拿出来的那些魔族尸体不由摸了摸下巴沉吟着说道 吐鳖 这些魔族尸体乃是角魔族 而你从九七大陆所得到的那两具魔族尸体却是暗魔族 这两者之间能有可比性吗 清衣小童听到这话忍不住冷哼一声说道 荣原道友什么是角魔族什么是暗魔族 楚相天听到这话顿时不由大为好奇地问道 清衣小童的这种说法他还是第一次听到 他一向以为魔族就是魔族 却没想到魔族居然也有分类 暗魔族是更加高等的魔族 而角魔族却是属于比较低等的魔族 同境界之中角魔族是无法和暗魔族相比的 在诸天万界之中 角魔族一般是作为暗魔族的附属魔族存在的 一旦暗魔族出征 角魔族大多数是作为暗魔族的蒲从军而跟随出战的 清衣小童解释道 对于楚相天 清衣小童的态度却就好多了 毕竟他感觉楚相天很够义气 居然可拿出这么多的东西 给他换取荒谷大陆溪水 帮助他恢复 龙元道友 你是说这暗魔族比起角魔族实力还要强呢 楚相天文言顿是不由吃了一惊 说道 人族和魔族的交战 一般人族的同境界武者是很难和魔族相比的 除非武道天赋特别突出的武道天骄 才有可能和魔族同境界一战 而一般的舞者至少要比魔族高出一两个境界 才能够和魔族一较高下 因为魔族的肉身太强悍了 人族舞者在这方面劣势太过明显了 但现在清衣小童居然告诉他 这些魔族仅仅只是魔族之中比较低等的角魔族而已 这世间还有比角魔族更加强大的暗魔族 那是当然 暗魔族那可是在猪天万族榜之中排行前一百的种作 而且还是在前一百名之中排名比较靠前的 但是角魔族却是连猪天万族榜前一千名都排不上 量着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清衣小童说道 听到清衣小童这话 楚相天不由深深吸了口气 他脸色凝重无比的说道 龙元道友 你刚才是说角魔族是暗魔族的附属魔族 一般是跟随暗魔族的大军作为仆从军而出战 那岂不是说有角魔族的地方一般就有暗魔族 如果事情真的如清衣小童所说的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说在魔族之中还存在着实力更加恐怖的暗魔族 要是真是这样的话 那人族的处境可还真是不妙啊 光是对付一个角魔族 人族就已经极其吃力了 就更不用说比角魔族还要更加强大的暗魔族了 嗯 一般来说是这样吧 你们天舞大陆 我感觉应该也是有暗魔族存在的 清衣小童想了想说道 毕竟在西南州那边就曾经出现过一个暗魔王朝 这暗魔王朝就是得到了一些暗魔族低等传承者的人族武者所创建的 既然在西南州有暗魔族的传承留下 那就表明天舞大陆是存在暗魔族的 这一点楚剑秋也知道 毕竟当年暗魔王朝可是差一点就要把风元王朝和玄剑宗都给灭了的 不错 这一点龙元所说的的确是真的 当年西南州的暗魔王朝的确就是被暗魔之气浸染之后的武者所创建的势力 从这一点来看 天舞大陆有暗魔族的存在的确是有可能的 楚剑秋文言也是点了点头说道 听到清衣小童和楚剑秋这番话 楚湘天顿时不由陷入了一阵沉默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的话 那仁族所面临的处境比起他想象中的都还要艰难 对了 我一直很不明白一件事情 楚剑秋在谈到西南州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一个一直困扰着他的疑惑 什么事情 楚湘天从沉思中回过神来看了他一眼 问道 为何南州和西南州只是那么一点小地方 却会被列为天舞大陆的九大洲之夜 楚剑秋很是疑惑地问道 自从他见识到了中州的疆域究竟是何等的浩妙之后 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他 南州和西南州的疆域加起来都远远比不上与明王朝的一个峻大 就更不用说和中州相比了 就这么一点小地方为何会单独列出来一个州 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有关这件事情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根据我所了解到的讯息 南州和西南州本来的疆域也是非常广袤的 虽然比不上中州但是也没有相差太大 并非就是现在这么一点小地方 楚湘天说道 那为何现在的南州和西南州却只剩这么一点小地方了 楚剑秋文言心中不由大欺 这种说法他还是第一次听到 关于这个问题他也曾经问过沈玉英和于静和等天奉公的强者 但是他们却都无法做出答复 那是因为传闻在上古之时在南州和西南州的地界上 曾经爆发过一场毁天灭地的大战 那一场大战把整个南州和西南州都打得彻底崩裂了 大片的陆地在大战中化作了虚无 也有大片的疆域在大战中被打得沉陷 后来化作了一片汪洋 最终还能够剩下的陆地 就只剩下如今我们所见到的南州和西南州了 当然也还有一些陆地变成了一个个的岛屿 散落在无边的大海中 楚湘天解释道 楚剑秋听到这番话这才恍然地说道 啊 我怪不得了 我就说了 就南州和西南州那么一点点的小地方 怎么会成为单独一个州列出来 原来是因为这么一个缘故 听到楚湘天这话 楚剑秋不由想起了九溪大陆青阳宗遗址面前的那片广袤的沼泽地 那一片广袤的沼泽地 就是因为当年九溪大陆的人族各大势力和暗魔族大军一场决战所导致的后果 而九溪大陆的实力是远远无法和天舞大陆相比的 毕竟当年的一场决战实力最强的人就是青阳建筑 但青阳建筑却仅仅只是一名半部天眼镜的舞者而已 虽然青阳建筑的实力在半部天眼镜舞者之中 算是战力非常强悍的武道天才了 但是毕竟还是不能和真正的天眼镜强者相比 九溪大陆人族和暗魔族大军的决战尚且导致这样的后果 若是天舞大陆的高端战力和魔族强者大战的话 所造成的后果绝对会比九溪大陆那一场决战的后果严重的多 说不定南州和西南州就是在上古的时候 因为人族和魔族强者的剧烈战斗才被打成碎片的 其实你口中所说的南州和西南州是不准确的 即使是现在的南州和西南州也并非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地方 真正的南州和西南州还应该包括那些散落在大海中的各大岛屿 毕竟那些岛屿也曾经是南州和西南州的疆域 也应该被归入南州和西南州的范围之内 楚湘天说道 要是南州和西南州真的只有这么一点点地方的话 根本不可能会被单独列为一州 听到楚湘天这话 楚江秋倒是也很是赞同 楚湘天这话倒是让他起了要出海一看的心思 话说他一统南州这么多年来好像还没有出过海呢 有时间得找个机会出海看看才行 说不定就能够找到南海中的一些岛屿 扩大玄建宗的地盘呢 在此之前 楚湘天就一直以为 南州的南面就是南海 直到今天他才知道 他所以为的南州 连真正的南州的冰山一角都算不上 他所以为的南海更不是真正的南海 而是原本的南州所在地 楚湘天和楚湘天秋轻衣小童两人 谈论了一番有关暗魔族的事情之后 便没有继续在这件事情上深究下去 他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伤势养好 然后努力修炼尽早突破到天眼镜中期 经过和王黎这一战 楚湘天深刻认识到 三大远古世家家主的实力究竟是何等的恐怖 如果不是依仗着龙渊剑的威力 他根本不可能是王黎的对手 他原本以为自己在突破到天眼镜之后 就可以去江家逼迫江家把自己妻子交出来 但是现在看来自己的实力还是差的远 要想真正让江家屈服 自己至少要突破到天眼镜中期 并且把罗天大眼剑爵 第一重前面六世彻底练成 才有绝对的把握把自己的妻子从江家的手中救出来 三大远古世家的底蕴 实在太深了 如果没有绝对的实力 想让这种级别的实力唾协 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至于有关按摩组的事情 自己现在忧心太多 也没有太大用处 要是自己拥有绝对的实力 即使面对再强大的敌人 也完全可以仗着手中长剑 一剑斩之 所以归根结底 最为重要的还是努力修炼 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 在苏醒过来后 楚香天并没有继续待在 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中 而是离开了混沌之尊塔 想让苏化煮一些鱼肉来给他吃 以疗伤效果而言 荒过大陆溪水是远远比不上 那些鱼肉的功效的 在外面楚剑丘的府邸中 苏化早就已经煮了一大锅的鱼肉 想让天凤公主服用来进行疗伤 在和王黎一战之中 天凤公主燃烧了用来拼命的秘书 所留下的后遗症极大 并且她本身也被王黎伤得不轻 见到自己师父那伤势沉重的样子 苏化担心无比 立即就着手煮了一大锅鱼肉 但是天凤公主由于忧心楚香天的情况 根本就没有胃口 在苏化的反复劝说下 她也只是勉强吃了一两口 维持住自己的伤势 不至于继续恶化 楚香天从混沌之尊塔中出来 见到这一幕 顿师父又有些无奈地说道 小月你这是干什么呢 伤势这么重都还不赶紧去疗伤 却在这里呆坐着干嘛 而且有这么多的鱼肉你也不吃 老爷我师父也是因为担心你的伤势 这才没有胃口吃这些鱼肉的 苏化文言连忙为自己师父辩解道 好了好了 你这小丫头 我又不是在骂你师父 你这么着急干嘛 楚香天有些无语地说道 这小丫头从小到大自己就最是拿她没办法 楚剑秋小时候不听话 她随时都能够把楚剑秋揍一顿 但是对于这小丫头 她却是下不了手 楚香天以前虽然表面上说是让陆化给楚剑秋当贴身丫鬟 但是实际上却是把陆化当做女儿来养 他平时对待陆化 半点也不比对待楚剑秋差 其实楚香天当初让陆化给楚剑秋当贴身丫鬟 而不是让陆化当自己的养女 也是有他的用意的 他当年毕竟不可能在南州长久待下去 而一旦他离开了南州 陆化失去了他的庇护 若是陆化作为他的养女的话 就有可能被利用当做联姻的牺牲品 但如果陆化只是楚剑秋的贴身丫鬟的话 就可以一直留在楚剑秋的身边 可以一直得到楚剑秋的保护 至于后面事情的走向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却是楚香天所完全预想不到的 天风公主见到楚香天苏醒过来 顿时不由大喜 心中悬着的大食也总算是放了下来 至于楚香天那责怪的话语 他却是半点也不在意 师父 现在老爷醒了过来 你总可以放心吃这些鱼肉了吧 陆化又转过头来 对天风公主催促道 知道了 小丫头 天风公主文言 溺爱的摸了摸入化的小脑袋笑着说道 天舞大陆 遥远的天外 一道浑身带血的身影正在狼狈无比的仓皇而逃 这一道狼狈的身影正是和楚香天一战被楚香天击败并且重创的王黎 楚香天当初在和他大战之后最后突破了罗天大眼见诀第一重的第三式 展出了威力难以想象的一剑直接一剑把王黎给重创了 而王黎在挨了那一剑之后心中惊骇欲绝 立即头也不回的落荒而逃连半个呼吸的时间都不敢停留 他生怕继续和楚香天打下去真的会把命留在南州的天外上 只是王黎却并不知道楚香天在批出那一剑之后 也几乎到了游进灯窟的地步根本无力再战 论其伤势之沉重楚香天要比他严重多了 但那时王黎已经被楚香天的那一剑给吓得肝胆剧烈 哪里还有心思去仔细查看楚香天的情况 而且在楚香天的身边还有一个罗燕宇在一旁虎视眈眈呢 其实如果光是凭借罗天大眼剑爵第一重的第三世 楚香天是爆发不出那么恐怖的威力的 他更多的还是凭借这一式剑招全力激发了龙渊剑所蕴含的恐怖威能 才达到那样的效果 要是没有龙渊剑 即使楚香天练成了罗天大眼剑爵的第一重第三世 也依然不会是王黎这种绝顶强者的对手 王黎一直仓皇逃了整整一天时间 这才敢稍微停下来 回头看了看身后 见到身后并没有人追过来 他这才稍微松了口气 此时他才发觉 他现在已经逃到了与明皇城上空所在的天外 王黎朝着下方看了一眼 想了想还是朝着与明皇城飞了过去 落入与明皇城王家所在的驻地中 他在去通知自己的儿子王璇赶紧跑路 免得被楚香天和罗燕玉杀过来 平白丢了性命 他的通讯令牌之前已经被他暴怒之下所捏碎 要想去通知王璇必须亲自跑过来 而伴赏过后 王黎和王璇从王家驻地之中双双飞起 两人都顾不得身上的伤势沉重 连夜仓皇而逃